喂… 盈娟姐姐 我有一個朋友快生日了 我知道她是誰了 她很少喜歡兔子 那就對了 有沒有想過親手做一張卡給她 這個兔子很可愛 還會動 很可愛 他們很喜歡 是…那即是誰生日了 不告訴你 我們一起 小手指工作室剪刀創意外出生 那即是誰生日 誰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也可以數一數這個QR曲 下載工作室和預備好材料 一起和我們玩吧 看看這次要預備的材料 主要包括有這些 Mancho Hello… 各位小朋友,你們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兔子 或者有沒有跟兔子拍過照呢 Luna,有沒有見過兔子 有 你在哪裡見過兔子 兔子餐廳 那兔子是小小隻還是很大隻 小小隻 一定是很有趣 還有Nicky 你呢 有沒有見過兔子 有 有,你在哪裡見過 在農場 在農場 農場,你有跟他們玩嗎 有 那你一定很喜歡兔子 是 我也很喜歡兔子 好,今天就和大家做一張 可愛兔子學卡,好嗎 好 好 好,桌上有很多張顏色的紙 首先我會用白色 我再對紙一下 因為先做兔子的形態出來 兔子的形態當然有他們耳朵 對,很大對 對 記得了,下面是樓空的位置 為甚麼呢 因為到時要黏在荷卡紳 好 兔子的耳朵是怎樣的 又大又長 對 記得在最底部 我們留一條白邊的 對,很大隻耳朵 好 好 很大隻耳朵 真的很大隻 聽起來很清楚 有這麼大的耳朵 還有… 他的臉 對,他臉的位置挺大塊 對,這就是臉 尖的臉 對 這裡 對,畫上臉 由你決定他的臉有多大 對 我們畫了臉 把這張紙放在一旁 因為接著還有一張白色的紙 對 為甚麼還有兔子的身體 那就不用那麼大 對 這麼多 好了 這個就是他的身體 在下面 小一點 圓圓圓圓的 對 好 然後我就會把它逐一剪出來 用剪刀的時候 爸爸媽媽大哥哥大姐姐 一定要幫忙 好 兔子的耳朵 好,首先把耳朵剪出來 好 好 兔子的耳朵真的很大 你猜 用來做甚麼 一定是聽話 對 為甚麼要這麼大耳朵聽話 因為在樹林裡有很多 好像獅子的東西 可能會襲擊牠們 所以牠的耳朵要很靈敏 對 沒錯 因為有很多動物都被牠大隻 甚至想把牠吃掉 所以兔子有隻大隻的耳朵 可以聽得比較遠一點 廣泛一點的地方 逃跑的時候就容易很多 然後還有兔子的臉 然後還有牠的身體 好,那你猜猜兔子喜歡吃甚麼 兔子喜歡吃甚麼 你知道嗎 西蘭花 吃西蘭花 對 那我們再剪出來 剪了耳朵 剪了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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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身體 身體 好,兔子的形態你都出來了 這個位置 我們就幫牠做一對耳窩 然後就選了粉紅色 那耳窩在裡面 當然會小一點 將它對摺一下 然後我就可以剪出一對 對稱的耳窩 你這個很小 好可愛 好,剛剛提及過 兔子喜歡吃一些草 或者蔬菜 蔬果喜歡吃嗎 你覺得牠們喜歡吃甚麼蔬果 蘋果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對,其實兔子主要吃乾草 好,看看大家的耳窩做好了嗎 我們的耳窩會不會太小 不要緊 聽到話就可以了 對,讓我黏緊它 已經出了效果 我將胡筆幫忙 對,沒錯 就可以黏上去 或者放在頭上 看看會聽清楚 聽不清楚 聽得到嗎 喂? 好,聽得到,好 接著我準備一條… 除了… 出了… 你選擇 乎由… 出了… 再拿走… 帥… 我先開就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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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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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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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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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